上次我們講到 我們講到後面 講到這裡 我們上次有提到 EURO是一個 one stage的 one stage的process one stage就Anchor放在後面 就是我們上次提到的 這個圖 這個小心一下 這個到目前還是在用 我是EURO用的 是Anchor 所以Faster也在用 所以Faster R-C-N-N 是一個two stage的 那Mask一樣是two stage 那two stage它的次序就是 先做convolution encoder嘛 然後在底層encoder的地方 做RPN 就Region Proposal Network 就這有一個Loss 這有一個Loss在這邊 在底層 加入Anchor進來 然後這Anchor做完以後 你要去做那個 Normalize 因為你就是因為你有detect到一個 就那個區域有大有小嘛 那後面要做什麼 後面要做classification 目的是我們detect到後面要做classification 所以你要把這個region要做Normalize 成Normalize成一樣大小 一樣大小 然後呢 最後就是在做head這裡 head這裡我們要去做 就把那個bunding box做regulation 把它detect的 就把它 讓它收斂的更漂亮 那你第一個RPN做出來的bunding box 有很多 它是粗略過濾而已 可能今天過濾完還有 還有2000個 或是還有300個 很多都還不是 所以我們還是要做最後一關的過濾 跟收斂 那個bunding box要做收斂 然後那個classification還是要做分類 這樣子 最後兩個loss 注意一下這個是兩個loss 那後面這一個 後面這一個loss是跟 FEST一模一樣 FEST RCNN一模一樣這樣子 所以不一樣的地方是 它前面有一個Anchor做detection 好 那mask mask跟那個 FEST不一樣 只有後面這裡 後面就是 我們做FEST是用bunding box 那bunding box主要是做 每個bunding box主要是做前景 跟背景就分兩類 那segmentation不一樣 segmentation是分 是以pixel為主 那每個pixel 是分前景 或背景 那你 每個做完segmentation 後面還是可以做classification 所以這裡你們要自己小心一下就是 從FEST RCNN跟mask RCNN到 retina或yoro 的 head 是可以共用的 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說 例如來講 他FEST RCNN的 前面encoder是用 VGG來做 舊的用AlexNet後面比較好是用VGG16來做 那mask是 2017年那時候resonate發明出來了 所以他把 用resonate 來取代 VGG 那這兩個 事實上可以護就是 你縱使做mask 你還是可以做VGG來用 你做FEST也是可以用 resonate來用 這個只是看你想要用哪一個 那這個屬於我們剛剛的backbone 所以encoder方面 encoder方面 encoder 現在要講說那你的 FEST跟mask 再把他放大一點點 你的FEST跟mask 他有個尤其是FEST有個缺點 就是說 因為那個時候 我們在就是沒有做那個upsampling 他是直接把他 Mapping到原來的 解析度大小 就你的Anchor 在低解析度 但是Anchor大小直接Map到 原來解析度的 的區域這樣子 那這當然不好 就不夠那個 我們叫refinement 就不夠細 所以 Retina net 跟之後的 Ulo 1跟2沒有 Ulo 1跟2 是改良FEST的 所以他也沒有 Map到 他也沒有做那個 decoder 我們叫feature perimeter network 就這裡 feature perimeter network 所以這個之前 幾乎都沒有做 那個upsampling 那只是Retina以後 Yolo Yolo V3是拿Retina來用 Yolo V3以後 Retina以後 才開始有feature perimeter network 就是有encoder 有decoder回來 這樣子 所以 意思是說 這個 FEST跟回到剛剛 FEST跟Mask 你要做的時候小心一下 還是要encoder 還是要decoder 比較好 feature perimeter network 比較好 好那這時候出現一個問題 Anchor到底要放哪裡 Anchor要放哪裡 的問題 那 那 基本上 基本上你的FEST RCNN 你還是可以把 feature那個 region proposal network 放在底層 為什麼 因為feature proposal network 是做 第一關的 粗略的 detection 那你可以把 fpn 加在這裡 就加在 那個 region proposal network 之後 你可以把 fpn加進來 這樣子 所以是 這是算改良型的 FEST RCNN 所以如果你這樣做 你變成是 two stages 就是你把 fpn 放到 FEST裡面 或放到 Mask裡面 意思說你在 那個 那個 low level的 low revolution下面 做 那個 Anchor 然後再做 Upsampling 然後在 在高層那邊 再做一次head 有兩個loss 所以是two stage 好這是一個方法 那第二個方法就是 Ratina跟Yolo 3以後做的就是 one stage 他把Anchor 放在 那個 Upsampling完以後 就decoder完以後 再放head那邊 放Anchor 所以就兩個方式 都可以 一個是把 Anchor 放在 low revolution 一個是把Anchor 放在 那個高解析度 這兩個都可以 都可以去做 OK所以一個是 one stage 一個two stage 那two stage 就兩個loss one stage 就是一個loss 這樣子 好 那這個觀念 這個要注意一下 到目前為止 大家還是 這樣在 改善 不是沒有 不是已經舊了 大家是持續 往這邊改善 只是把它改成 Transformer 把它有module 我待會會講 把module加進來 我們上次提到 這35頁這邊 就是 回到Yolo Yolo的話 或是Retina Yolo V4 是拿Yolo V3的head 來做 一模一樣 Yolo V4貢獻不在head 這樣子 那Retina Net 的head 又比Yolo V3還好 OK 那我們回到這邊 所以 我們以 不管是Retina Net 或是Yolo V4 或是Yolo V4 它這裏就是多層 三個層 那每一層 又變成三個scale scaling 那每一個scaling 就三個ratio 這樣子 只是這個ratio 不是 那個ratio 比不是固定的 是用 vector quantulation 去根據你實際做的 這些物件 存你的物件 去把它ratio 弄出來這樣子 用clustering方式弄出來 那這裡要提到一個 開始要提到一個module 就目前包括transformer 都在做 就是 我怎麼去這個network 我怎麼去加強 我們回到 這裡來講 我們不要限制在Yolo 這不要限制 這個 我們把它說這是encoder 那這decoder encoder decoder 那我說 我說那個Yolo V4 又一個 又一個encoder 進來 這整個 就 它的net 有一個 feature print 的network Upsample 有一個downsample 那這叫panet 這叫做 path aggregation 這另外一個方法做的 那我先 先不要講這個 我們假設沒有中間這個 也可以 這不是手都一定要 很多都沒有中間這個 沒有那個 另外一個encoder 直接 encoder decoder 然後就head 這樣子 好 那現在 又一個東西就是說 那我怎麼去根據 因為這個架構 這個架構最有名就是unet 是那個 那個叫autoencoder 就game的那些東西 那我怎麼去強化 這些network 怎麼去強化它 就像這裡加一個spp 你怎麼去強化它 所以 這裡哪幾條線 我可以把它加majo去 讓它萃取的 那個資訊 保留更多 那這個就是我現在要講的 那這時候 我可以在這裡加 你看為什麼 因為這是encoder 這是decoder 那我們的目的 這有那個shortcut 或是叫skip connection 那我呢 有沒有辦法 把這種skip connection的東西 讓它 強化它 讓它資訊 這裡的資訊 可以保留更多進來 因為encoder完了以後 encoder完 你當然 讓解析度從高解析度 慢慢變成 低解析度了 資訊會損失 那我們有什麼辦法 去把這些資訊 把它保留給後面 給upsample用 給head用 這是目前大家在講的 attention 所以transformer有個很重要 叫attention的東西 那我現在就要講attention attention就是看你要加在 哪個地方 像這個 中間 中間 我們用resonate resonate 它就有shortcut 這裡也可以加attention進來 那我現在要講這是attention的概念 那我待會那個gpt也會講到 講到同樣東西 那這就是attention的東西 那attention我們以這個例子來講 這個例子來講的話 那這個是算有名的叫cbam 你不用背它 不用背它 就convolutional block 重點是attention 因為這種就稱為attention的東西 那我上次有提到什麼叫attention attention就是說 你做完整個 假設我們一張人臉進來 在這影像裡面 那你有兩個人臉 有一個人臉在那邊 那你輸出以後 你可以把它辨識是人臉 那為什麼那個 那個network Deep learning可以辨識人臉 那我的有沒有辦法 事實上已經有一些工具了 他就做attention是 你把原來輸入 在原來到最後 Upsample輸出 那我的heat map 整張這個heat map裡面 哪幾個區域 哪幾個點 是經過強化以後 引起人家去 注意的 那人臉的話 人臉我們辨識人臉 就我想注意是模擬我們人 人的思考 人的視覺能力 就是 那個眉毛 眼睛 鼻子 嘴巴這種 feature比較多的地方 我們會注意它 這是我們人在 我們在辨識人的時候 是我們人的attention 那電腦他的attention到底 電腦你的attention到底跟你一不一致 就叫attention 那是目前有些工具可以 讓你看 你的attention區域是對不對 那這個 這叫attention 所以我們在attention裡面 基本上 基本上 有兩種attention 一個叫channel attention 為什麼 因為你本來是RGB三個channel encoder以後 變成16個channel 32個channel 然後再來是那個 34加64嘛 128 那我能不能把channel把它 加waiting進去 因為有些channel不重要 有些channel比較重要 那我們能把channel加weighting進去 這叫channelattention 所以把每個channel 給它不同的weight 叫channelattention 好 那第二個叫specialattention 就是 每個pixel 哪些pixel比較重要 我一張影像 我一張影像裡面 假設剛剛講的 假設 512嘛 512乘512 然後你 那個encoder完以後 就一半 256 再變128 那我每一層 能不能給它attention進來 每些pixel 給它強化進來 所以現在大家做這個事情 用不同方法 所以一個叫channelattention 一個叫specialattention 那我們上次提到的 nomalization 有batchnomalization layernomalization groupnomalization instancenomalization 那這能不能把attention加進來 channelattention 剛剛講到channelattention 就每個channel都給它attention 那我能不能給它一個layer 給它attention 對layer也可以做attention 所以這個都有關 那我再回到這裡提這個attention 所以channelattention 也是有幾個方法 然後transformer也有這些東西 然後 因為這個yolo 我是yolo的東西 這跟yolov4沒關係 我是補充進來 yolov4沒有這個東西 那我們後面 我們改良可以這樣改 那有個叫se squeeze跟excitation 叫se的 這是比較早 它是一個channelwise 什麼叫wise 就每個 每個叫wise 很多個 那每個每個叫wise channelwise 就每個channel specialwise 就是每個pixel pixelwise attention就是我講attention 就你要給它waiting 叫attention 那所以第一個叫squeeze squeeze是什麼壓縮 然後再激發它 那我講一下 這個叫se 這是個channelattention的 機制這個 那很單純 就channelattention這一個 那它的那個細節在下一頁這裡 就這裡 所以這個是 我們稱為se的attention se是什麼 就是說你原來的x進來 就剛剛講你有 那個解析度是h 乘w 乘 有c個channel 那我現在要 要enhance每個channel給它不同的weight 所以 這個就直接連過來 就直接連過來 所以 輸入 是這個 h乘w 解析度乘c 那輸到這裡的時候也是h乘w乘c 那我現在是這裡這一條路 我這一條路進來 這條路就是這裡這一條路 我希望 在這個地方 讓它每個c 都給它一個weight 所以這裡出來是一個 希望出來是一個 1乘1乘 c 那c假設是 512個channel 那意思是說 我這裡512個channel 到這裡的時候scale Scale就是說 我希望每個channel 都乘上 對應的channel的weight 給它一個weight 比重 比重當然是介於0到1之間 給它一個weight 我去強化它 那我怎麼產生這個weight 它方法就是 我既然是以channel為主 所以呢 我就把這張影像 h乘w這個解析度 做一次 平均值 叫global quality 就把這張影像 h乘w 變成一個值 加起來 除以各數的平均值 就h乘w 所以我有512個channel 就表示我有512個值 就這樣 好 那基本上這樣就結束了 我就可以拿來 做它的weighting 對 但是因為我們是做deep learning deep learning的東西 所以他又做了一些處理 處理什麼處理 第一個是做 Fully connection 因為你現在有512個 的那個node 那他要做什麼 他要去把整個融合起來 fusion在一起 所以他把它做 這裡面 fc redu fc fc就是fully connection 就是全連結 那就是把整個融合 close over進來 那因為他為什麼 把channel 除以r 是說假設r等於4 r等於4 就是變成512除以4 就變成128 就是說他把那個node的個數變少了 那變少的目的 沒有什麼 只是為了 讓參數量變少而已 因為他這裡只是要做融合而已 所以他做完一次 融合完 然後再做 renew 去做一些空間的轉換 activation 做轉換 再做一次融合 就這樣結束了 就這樣結束了 我再講一遍 基本上你到這裡 做那個 每個 就global average pooling 就結束了 因為每個channel都有一個weight的 然後呢 他自己再增加這三層 那這三層常用到 我現在講模組化 模組化常用到就是 我先做全連接 然後再空間轉換 再全連接 全就是融合 把它融合一次這樣子 好 那這裡為什麼要除以 R就是因為 你512他為了參數不要那麼多 因為node 全連接嘛你512 又全連接512 那連接就512乘512 太多了他不要那麼多 所以他512 可能就除以R就等於4倍 你也可以8倍 沒問題 但是不要 不要集聚一下 差那麼多 所以通常是 兩倍可能太少就用4倍 那4倍以後 處理完以後再回覆到原來的 原來的node 因為你要去 你channel個數要對呀 好 那最後 出來以後 你每個channel 都有一個weight的值 那因為 經過activation function 就這麼多融合以後 那個值 不是介於0到1之間 所以他用一個sigmoid 讓 每個channel的值 介於0到1之間 這樣子 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 SE 所以SE就這樣 那叫channel attention 不是只有這個方法 有幾個方法這樣子 好 那第二個 叫special attention 也是好幾個方法 那其中我介紹這個方法是 什麼叫special attention 就是說 我每個pixel都要去 給他一個weight 所以你看 我們剛剛講假設你這樣出來 你有512個channel 那你的解析度h乘w 那你事實上就是 我每個pixel 有512個值 channel是512個值 好 那他這裡怎麼做 他有一個maxima pooling 一個average pooling 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說 我一個pixel 我還是考慮一下 邻居 所以呢 我每個pixel用3x3的window 套給他 這三層 就每個pixel 周遭3x3這樣給他 那我這3x3 他有兩條路徑 一個路徑是我3x3 裡面取一個最大值 這樣子 叫maxima pooling 所以我解析度沒變 但是 我3x3 然後有512個channel 然後每個channel 每個位置就3x3 然後總共512 我取一個最大值 這一個 這一個 那另外的是 一樣這些東西 那 我512 512每個取一個平均值 那3x3就是有9個平均值 他把這9個在平均給中間那個值 所以呢 你看他這裡本來是有 512個channel 他以channel為主把它融合起來 所以最後變成一張圖而已 一張 就512變成一張 然後他有做考慮到maxima pooling 有考慮到average pooling 然後再把它 加起來融合起來變一張圖 那一樣 他把每個pixel 都經過一個sicamoid 然後normalize 0到1 然後就是輸出 那這叫special attention 這樣子 OK 那這裡就講完了 那至於後面 就補充activation function 我們也提很多 就是 relu是一般的 relu的 有個小缺點就是 當你的輸入值小於 是負的 那relu就強制給他0 這個有時候不好 會造成有一點點 那個gradient vanish的問題 所以我們是想 不要把負的不要給他0 所以給他一點leak leakage 給他一點負值 給他一點負值這樣子 就是relu跟leakage relu的東西 那 那個mobile net有改善說 你不要這麼大 他在那個 大於6的地方 他把他 就等於6 所以他這裡有個 叫relu6 有人把他改善了 那為什麼不要7 不要8 不要5 有了他們都有試過 只有relu6是最好 所以他就試過了 所以有人是叫relu6 就把這裡把他 就一個maxima圍住了 那現在比較有名就是 relu leakage relu 另外一個是 switch跟mitch 就是在這裡因為轉折點 記得轉折點 有轉折點就比較不好 就要把他smooth 讓他smooth一點 所以就是 switch跟mitch 那 數學是在這裡 他是改良一個是 switch改良sicamoid mitch改良 tangin h 改良 把它融合起來 那一樣 那這兩個差別在哪邊 sicamoid 比較 比較 比較和緩 然後tangin h 比較多 比較多 那 relu relu是介於e relu是用e 就斜率是e relu是e sicamoid 是稍微 大於e tangin h又更斜這樣子 更陡 這三個不一樣 ok 這個我也講完了 好 我那個 大概講到這裡 就是yolo講到這裡 那我趕快講一下